自从上次咬我一口帮我把大状找回来 我就明显感觉猫的智商一定是被严重低估了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努力叫八仇说话 吃 吃 你要吃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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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 真乖 结果以后都不能赖床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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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 出去玩 要出去玩 出去玩 行了我带你出去玩 我去 这外面怎么回事 虽然知道郑州这两天天气不好 但是没想到一觉醒来 树都快被吹出了 估计八条是没玩够 硬是抱着扫帚不让我扫 又开始下雨了 咬我一口不在院子里的 赶紧把他喊回来 咬咬 下雨了咬咬快回来 你又去哪玩了啊 再给爱心小屋里加点冒凉 好像那些小流浪们过来吃 八条下雨了快跟我进屋 呢 施 你是真精啊你啊 貌凉没了是吗 我也真是服了 你简直就是个人精 开死找活了 爸爸 干啥 爸爸 干嘛 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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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咋了 一开门就听见摇我一口的脑 肯定是后脸皮子又来了 瑶瑶 人家过来蹭了一口吃的 你妈能听干嘛 我怕他俩待会真的打起来 就只能爬到屋顶上去劝架 但是后脸皮子还是被气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吃没吃到猫粮 所以我就拆了两个罐头出去找他 不过我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他 当时我心里还在想 这后脸皮子现在脸皮薄了呀 怎么骂两句就跑了呢 结果没一会儿我就看见邻居发的视频 原来不是脸皮变薄了 是一家没蹭到就换一家 现在已知的后脸皮子的干饭地点 有我们家 上次两个小姐姐家 几个流浪猫的喂食点 再加上这次的邻居家 怪不得咬我一口骂他骂得那么狠 虽便骂 说说意义会醒 八条特别喜欢玩跑步机 自从把他养到屋里以后 他每天都会用那个发声按钮叫我起床 让我带他去院子里玩 但是今天早上我睡过头了 然后我就在监控里面看到了不得了的一幕 先跳上跑步机 研究了一下跑步机的按钮 打开了主开关 又按了三公里数的按钮 看到跑步机运行了 就跳下来 先试探一下 然后 你永远也想不到你睡懒觉的时候 你家吗已经开始卷你了 嗯 烦死了 到点了 马上又过来敲门了 又来叫我起床了 起床起床 叫我起来就为了带你出去玩是吗 那我带你出去玩 你要对我说什么呀 嗯 真乖 你还是的 好了 现在逛到院子里已经不能满足八条了 所以我赶紧把它放出去玩 刚开始我还以为咬我一口是过来跟着一起玩的 但慢慢的我发现 它其实是在帮我看着八条 八条特别皮 一出来就往草丛里钻 然后咬我一口就帮我盯着它 上次大壮走丢了被它找回来以后 咬我一口就变得特别操心 生怕哪个小伙伴在跑丢了 没能把八条叫回来 它还知道过来找我告状 你都快成个小胖猪了 你看它那么辛苦 就赶紧给它补充补充体力 果然吃饱了就是好干活 这一路不管它跑到哪 它都会给我报位置 八条如果跑的地方太偏了 它还会帮我在高处盯着它 这么一对比 感觉瑶瑶就是个小家长 八条就是个贪玩的穷孩子 臭八条 非得玩够了才愿意回来 下来再这样不带你吹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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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